网友喷进东人设单一,源于金星,看胡歌的恐怖片《我笑场了》,胡歌从《仙剑奇侠传》第一季和第三季,再到后来的《伪装者》,即使是狼牙榜给人的感觉,都是那种林家大哥的气质,这个大哥不是沉稳,而是性格外向,性格很好,给人感觉阳光,向上,这也是胡歌的人设之一,这个人设的优势是一出演, 不用说任何台词,观众们就先喜欢上了他的角色,但是劣势也很明显,比如胡歌参演的这部恐怖片《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》,很多胡歌努力表演自己的心理阴暗的片段,我都觉得好笑,因为总是想起李逍遥的形象,因此,无论胡歌恐怖片的表演多么的有内涵,演技多么的精湛,恐怖片依然不适合胡歌, 这是他人物设定的必然结果,当年帅出新高度,帅出天际的莱昂纳多,江湖人称的小李子,演任何一部电影,无论都想表达自己的演技,表达自己对人物的理解,所有的观众,所有的影迷在内心只是澎湃着一个声音, 好帅呦,没办法,小李子只能在帅和演技之间做出取舍,最终小李子牺牲了自己的绝世容颜,留给世人一个拉里拉他的中年胖子身影,你以为小李子没有一粒减肥,别开玩笑了,看看荒野猎人,小李子在大冬天说,跳水就跳水,在泥里打滚,这样的人能减不了肥, 只是不原因办了,静东现在,也面临着这个情况,出道多年不温不火的静东,凭借一部伪装者成为了大红大紫的艺人,后来的一些角色,我的前半生,外科风云,包括出场次数很少,但是呼声颇高的不要酸菜,不要灭,只要老谭的欢乐颂,都是一副精英的形象,这种人设对于静东而言,是驾心就熟, 具有天然的优势,金星在他的节目中对静东的评价,实际上非常合理,但是惹毛了静东,好像没有人知道静东为什么对金星的评价发出这么恶毒的攻击,虽然我对金星确实是一点好感也没有,但是我总觉得这次静东做的有点过分,现在网上对静东的攻击也认为,导火索就是对金星不怀好意的攻击, 实际上我个人倒是觉得演一种类型的角色,形成人物设定也没有什么坏处,所有的大师都是人设的结果,你想想卓别林,憨豆先生,包括周星驰,所以在一个人设上该上三十年,没准也会成为大师了呢。 。